二战时候,各国军队的战斗力虽然各有不同,但除了武器装备,士气和智慧也占据了胜利的很大一部分,所以其实真的打起来,也没有出现什么碾压之类的世界,但印度却是各例外, 印度军队的战斗力可以说是弱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,我国军队的战斗力其实不算特别强,但一点不夸张的说,当时我国队他们可以说是能够一打十的,那么一样是弱国,为什么印度的战斗力就这么弱呢? 其实一开始的印度军队实力可以说是不差的,尤其是在缅甸,北非的时候,军队最起码还是能打的,只不过后期的时候却完全打不过了, 这其实跟武器装备之类的一点关系都没有,只是因为军队当时忘记了做一件事,导致了士兵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,这件事便是,果实,当时印度可以说在武器发销上丝毫都不吝啬, 他们军队的支出力,武器占了绝对的比重,甚至连最先进的战斗机他们都有,只可惜,在后勤方面,印度军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重视起来,如果喜欢研究历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,其实我们的解放军的伙食也非常不好,别说肉菜了,很多时候,白米饭都没有,只能啃馒头锅头红薯之类的顶替, 但这样的伙食和印度军队的伙食比起来,可以说是人间美味的,当时恐怕在印度馒头就白饭都算最好的伙食了,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印度军队吃的到底有多惨,我国就有古话说了,兵马不动粮草先行,可以看得出来,早在古代的时候,我国就知道伙食和后勤补给,对于士兵的重要性, 印度却偏偏偏在这上面忘记了,据说当时印度的陆军筹备,隔二十天,左右的粮食都飞进,而战争一打搞不好就是半年,他们哪里吃得消呢? 除此之外,他们还面临了弹药短缺的问题,但这个问题,其实压根不是因为军队钱不够,而是士兵太浪费, 要知道,前期的时候,他们的弹药可以说是非,常充足的,只可惜士兵们各个都是浪费子弹的一刀好手,再多的储备也经不起浪费了,所以到后期战斗力自然就下来了,但这件是宝,说到底压根就不是弹药不足的问题,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后勤补给不足,要知道,饭都吃不饱的人,哪里还能打得准枪呢?